如今书记演员孙宏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在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中 孙宏雷凭借着自己的幽默和可爱深受大家的喜欢 也让观众们认识到了炎王的真性情和逗逼 最近孙宏雷在参加某访谈节目时提到了娱乐圈颁奖的黑幕 他说颁奖我只认观众别相信什么专家 以前的专家还是专家 而现在颁奖有很多都是做出来的有黑幕 我自己也有黑幕 谭吉在娱乐圈生存法则孙宏雷说 自己不能计较有些东西得有良好的心态 之前成龙自曝黑幕太多自己也不敢爆料 吴京也在公开场合奉劝女孩别入娱乐圈 张一山宣布暂退娱乐圈 也爆料了娱乐圈的利益要害 现在孙宏雷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到 自己并不相信那些所谓的表演专家 觉得观众才是最权威的 混在娱乐圈就得遵循归作 是的真没错 吴京战安2爆火 按理说正是春风得一的时候 但是他却选择了暂退 其实这样做就很符合娱乐圈的规则 因为吴京没有按照娱乐圈主要领导的意思去做 从战狼2的手印里和票房记录 诸贺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几乎很少有名人出面 好在是央视和人民日报多次提到战狼2 张一山也宣布暂退娱乐圈 理由是身患重疾 张一山在网络上被称为娱乐圈90后演技扛挂子 是实力演技派的 但说现在的90后多数走的都是偶像派的鲜肉 没有几个能吃苦耐劳的 张一山在一次采访中爆料 他激发一些黑幕 说到在娱乐圈有实力不重要 你的演技再好也不一定会活起来 里面的很多事情都和利益挂钩 没有人性可言 他声称自己以后不会再参加真人秀节目 由于身体健康 他宣布暂退娱乐圈 吴京和张一山的暂退让我们真的觉得寒心 两人都是实力派的演员 走的路和很多明星不一样 但是不得不说观众还是很认可他们的 他们当空中暂退 或许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还记得王杰的嗓子被人下毒的事情吗 估计娱乐圈都知道是谁 但是没人敢正面说出来